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潛藏的靈力 呼喚勝利的前奏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一勝隊 一勝隊 之前有拍了一部也是用一勝隊打的 然後這一隊的話主要 我可以接受就是我可以 就是 隊伍當中可以放的話 我會願意打的 這個 旅人 號角 秘狗幻獸 好這三隻 所以用這一隊來打的話這一隊來來來打的話 只能打旅人跟幻獸 那當然主要是做幻獸的示範啦 因為剛剛稍微做了一個疊出發現有幻獸 那次攻擊力要夠所以我放了三隻增傷角 只要三隻增傷角就沒有問題了 好重點是要三隻增傷角 好啊攻擊倍率可能自己要稍微算一下因為我算過 這個倍率才夠 這個倍率夠啊 攻擊倍率還蠻大的 好這兩隻不同系列所以基本上打沒有壓力 當然你要暴力隊打也可以啦 這個看 大家喜好 這隊基本上我打的是穩定 打的是穩定 吸一下OK 只要在第R4的關卡的時候你回的來就好了 我要留一隻儲蓄地所以我並沒有做全體攻擊齁 我要留一隻儲蓄地所以我並沒有做全體攻擊齁 一三喔也不用出什麼CD了 我基本上應該已經 就是可以直接殺過去了 好這隊打的是穩定啦 穩定度我們主要是目標是穩定度 好啊如果不想花時間只想暴力一波過也是OK 看大家自己的組隊 提供的方式就是 比較安全的一個組隊方式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有興趣的可以來看一下 好當然 沒興趣的他現在聽不到我講話 好這邊的話 好大聲可以開一下 因為後面儲蓄一下就儲過去了 那這一波的話我們就是 先這樣打 多一點光珠好了 好然後這邊 這個自爆的部分 木被開下去 好不要轉喔因為怕你不能把它炸掉 空轉就好 再來25怕盾 先處理掉一隻 我光的比較多所以 我是選擇 用這樣打 好 我要留至少一組新豬 好一組就夠了 好 好 沒有新出了 沒關係 有一燈 開下去 4882 我們看一下這個一回合它的回血量大概是多少 看 補不補的回來 一樣 回到原點 所以是沒問題的 簡單來講 回到原點就是補滿的意思 但這回合 你要好好把握 盡快把右邊那隻K掉 不要想說很輕鬆 就隨便打 那我們現在木妹可以先開一下 增加一下這個隊伍的穩定度 基本上是很穩的啦 不用擔心啦 因為這邊要兩回合 不吸白不吸 我就順便 好 順便 好 然後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做一個這個 綠珠的動作了 我的木 不是木欸 我的光 水 攻擊力看一下哪個比較高 水的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是光跟水為主 光跟水為主就好 好 現在就可以做這個 自己先做好疊珠了 好 可以 疊珠完就進下一關 下一關就可以開始一直打了 好 所以你要在這一關疊 在下一關疊都可以 可是我建議是在這一關 好 為什麼會建議大家在這一關 因為下一關他血量有限 好 這關你可以慢慢除 沒關係 慢慢吸就把他吸到死了 吸到他臉都歪掉了 我跟你講 好 那邊我已經疊了木了 所以我就也無所謂啦 好 看個人喜好 你基本上都抱著死 所以我不是很care這個 這個的部分 唉唷欸 嚇我一跳 差點把我的那個 整個毀掉 好 基本上這邊可以空轉 等一下就可以空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疊三層了 好 然後就是 慢慢做 沒關係 好 這樣去玩弄他 不是啦 這樣這個去做一個所謂的 綠珠的動作 因為很輕鬆 好 看能弄到 好 順利的 我們就進到下一關 好 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的話 看一下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 combo而已 我看一下 攻擊力五十 差不多 五六十萬差不多 那OK 好 這時候我們就是開這個 木妹 水瓶 水瓶 好 風轉 好 水瓶要記得要這樣用喔 不然會繼續用 好 非常好 我是密國幻獸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試一下我們的攻擊力 阿 球大 阿 球大 我現在沒辦法試攻擊力 我要直接把它K掉 木妹 木妹已經開掉了 可是來這邊不是 實在很浪費齁 好吧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攻擊力的狀況如何 基本上看這個錶頭 我們看這邊的攻擊力加總 最後加總 再算給大家齁 嗯 攻擊力看起來不錯 等一下算好再跟大家報告 以上這個 攻擊力的部分計算好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的攻擊力是不是足夠打密國幻獸 謝謝大家的觀賞 因為我 不太想要旅人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再見